好,那接下來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拋棄式信箱 老師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 這個我們用軟體沒有嗎? 這個不是軟體 這個不用軟體 因為拋棄式信箱 今年的錄影也會馬上發老師的網頁嗎? 那麼為什麼會需要這個拋棄式信箱 因為老師有沒有常常上網就遇到要註冊 那你都那麼老實就直接給他真的信箱嗎? 你常常會需要啊,可是不註冊又不能用啊 那怎麼辦? 對啊,所以就用拋棄式信箱就好啦 對,可是假如是他漏掉沒有收到信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你不是真心的時候有沒有收到信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你只是想要得到信 對,你只是想要因為他有這個設這個限制 所以你要註冊 那註冊現在又很多是什麼? 不是說打你的信箱就好 他會要你收那個就是註冊信有沒有收到 然後點一個回去嘛 可是我就不想用我的啊,對不對? 我對你就不是真心 我只是偶爾要用一下而已啊 那我就用那個拋棄式信箱 有看過那個Mission Impossible有沒有 五分鐘自動銷毀 有 看你要用多久 今天我們的是拋棄式的嗎? 沒有,你可以自己 我們重點是老師要揮這個關鍵字而已啊 這是關鍵字 你看一找了之後有沒有找到很多拋棄式信箱 我以前最常用的是那個十分鐘的 那有的信箱你可以自己指定 我要一天、兩天還是三十天 像上面這個就是你可以自己指定的 所以你要用哪一個都沒關係 我以前是最常用下面這個 只存在十分鐘 所以比如說我這個用 它這個的好處是 你進去它是中文的介面 進到這個網站 這是說明 那進到它真正的網址在這裡 它是一個會自動幫你判斷語氣的 所以會翻成中文 可能如果老師有在修信的話 會比較容易一點 這邊連這裡好像比較慢 沒關係,讓它先跑 我找另外一個 我比較常用的是下面這個十分鐘的 十分鐘的 哇,都一樣慢 那其實它就是 一樣你是在線上收信 只是這個信箱存在十分鐘 那如果有信進來的時候 你就看得到 它就直接出現在這個畫面裡面 你也可以直接閱讀跟操作 只是它不能幫你寄信而已 也就是說 這種信箱的主要目的是 為了要幫你收信用的 就是臨時性的需求 我們有這個需要這樣子 哇,這裡不知道會不會 有可能被學校擋掉了 啊,進來 如果用信箱的話 你還是要註冊 不用註冊 不用註冊啊 進網頁就自動產生一個信箱給你 然後只是十分鐘 對,只是十分鐘之後自動消失 好,你看到這裡來了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幫我產生一個網址 不是,有一個信箱有沒有 對 這樣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拿這個信箱直接去用 可是你這個網頁不能關掉喔 網頁關掉又產生另外一個新的啊 因為這個是進網頁就自動脈產生 那麼待會呢 如果你有新的信件進來之後 他就會出現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 他就有一封信他就在這邊 你點一下就能夠閱讀 好,所以如果他有那個註冊信 要你點那個超連結的 點一下就好了 那你這個就自動銷毀了 就不需要了 那另外那個呢 另外那個也是一樣 也是類似的功能 只是他可以指定 對 有的是可以指定的 如果他開來之後 那我就要一直讓他在 對,你的頁面要留著 不可以 對對對 你網頁關掉了 對他來講就是 這個就不見了 就要產生一個新的 對對對 所以最重要的是 老師要知道 有這種關鍵字是可以用的 好,可能現在老師比較少 少去用這樣的方式 OK 因為像我們待會呢 還要跟老師稍微 介紹一下一些圖庫啊 那有些網站 他就要求你要註冊啊 那這個時候你就必須 你如果不想用真的 你就是用這種 臨時性的來用就好 那我就把它還給老師 老師可以試看看那個關鍵字 好不好 一般應該找到差不多啦 好 好